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8日 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3月8日凌晨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比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了字节跳动旗下TikTok的玻璃法案 但在法律流程上 这项法案要想成为正式法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据悉 该项玻璃法案将迫使字节跳动公司出售TikTok 否则苹果 谷歌等应用商店将被强制停止对TikTok的网络托管服务 TikTok也无法与其他美国企业进行业务往来 事件起因于当地时间3月5日 美国众议院议员提出一项跨党派法案 要求字节跳动在165天内剥离对旗下短视频应用TikTok的控制权 该法案尚需美国国会批准 据了解 该法案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 由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 迈克格格尔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 拉扎克里希纳莫蒂 拉扎克里希纳莫蒂等十余位议员共同提出 另外 该项法案还赋予总统新的权力 使其能够对总部或注册地位于某些国家的公司控制的社交媒体应用 采取对应行动 如禁令或限制 如要避免被禁 这类应用需要通过出售股份等方式切断与实体公司之间的联系 该法案要求国外竞争实体公司不得拥有超过该应用公司20%的股权 此法案相当于让字节跳动将TikTok的在美业务拱手让人 所以在审判期间一直想办法与美国政府抗衡 TikTok在周四向用户推送了一条消息 称国会正在计划全面禁止TikTok 并呼吁用户致点国会议员 要求他们投票反对该法案 TikTok发言人亚历克斯豪瑞克Alex Horik发送推文表示 无论法案作者如何试图掩饰 这项法案都是对TikTok的彻底禁令 这项立法将践踏1.7亿美国人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 并剥夺500万小企业赖以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平台 以TikTok庞大的用户群基数 这则推文的效力也是犹如排山倒海 据多名国会工作人员7日称 众议院各个办公室已接到大量TikTok用户打来的电话 有时一分钟接到20个以上 其中很多来自青少年和老年人 有国会助手称 通话量如此之大 以至于一些办公室不得不暂时拔掉电话线 TikTok用户踊跃行动之际 也有美国舆论对众议院的最新法案提出质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执行主任 贾米尔贾福表示 国会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和安全 但不必禁止美国人访问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通信平台之一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则指出 该法案总体上仍会影响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许多美国人依赖该应用程序获取信息和交流 上述立法只是为了在选举年获得廉价的政治分数 随着加拿大联邦政府推动降低银行收费 咨询公司North Economics的一份报告显示 加拿大人每年向银行多支付了数十亿元 这家总部位于阿尔伯塔省的公司的报告 将加拿大五大银行RBC、TD、BMO、CIBC和Scotiabank的收费 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消费者面临的收费进行了比较 调查显示加拿大人每月支付的银行账户费用 包括账户资金不足费用、透支费用 以及在跨行取款的费用都要高得多 为了了解加拿大人到底多付了多少钱 North Economics董事总经理Alandy Bussart 研究了加拿大和英国非利息零售商业银行的利润与存款的对比 该指标不包括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的利息利润 利用零售银行2022年的利润与存款比率 他发现加拿大五大银行有77.3亿元的超额收入 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个加拿大人250元 Bussart说 加拿大的银行在尽可能多的从顾客身上榨取费用方面 做得非常好 他说 自从七年前从英国搬到加拿大以来 他一直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Bussart还说 让我震惊的第一件事是 你几乎必须每月支付费用 就为了让银行持有你的日常存款 在英国你可以在多家银行持有多个银行账户 而且每月不用支付任何费用 加拿大银行家协会Canadian Bankers Associati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加拿大的银行提供了加拿大人和小企业管理财务所需的工具 报告强调 除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主要银行向所有消费者提供免费账户外 当客户资金不足时 他们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或只收取几元 加拿大银行每次收费45至50元 报告还指出 加拿大的银行通常收取5元的透支保护费 分为按月或按次收取 而英国的银行则不收取任何费用 但英国的银行对透支金额收取更高的利息 银行家协会发言人Mikey Chung说 银行部门了解财务状况对所有加拿大人的重要性 许多加拿大人感到预算上的额外压力 他指出 根据加拿大银行Bank of Canada最近的数据 大约57%的加拿大人要么不支付银行账户费用 要么每月的费用被减免或退还 免费账户适用于年轻人 学生和老年人等群体 但报告指出 并不是所有加拿大人都可以免费选择 周四 美联航的一架航班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时 发生轮胎掉落事故 该航班最初飞往日本最后改道安全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美联航表示 美西时间上午11点35分左右 飞往大阪的美联航35号航班 在起飞过程中掉落了起落架轮胎的一个部分 轮胎碎片落在机场的一个员工停车场 目前还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美联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航班将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一旦航班降落在洛杉矶 我们将安排一架新飞机为我们的客户继续此行程 美联航表示 该航班有235名乘客 10名空乘人员和4名飞行员 机上总共249人 波音 777200客机的两个主起落架支柱上 各有6个轮胎 该设计的目的是在轮胎丢失或损坏的情况下 仍然安全着陆 据悉旧金山机场的跑道曾短暂关闭 已清除碎片 但很快就重新开发 2月份美国新增就业再次出人意料的增加 显示出美国经济在高利率面前的弹性 劳工统计局BLS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当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7.5万人 远高于经济学家预估的19.8万人 也好于上个月经下修后的22.9万人 与此同时2月份失业率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 至3.9% 尽管这是两年来的最高失业率 但仍处于低位 这使失业率连续第25个月保持在4%以下 劳动参与率稳定在62.5% 周五的报告还大幅下调了政府对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就业人数估计 但修正后的数字仍显示出强劲增长 最新就业报告也给联储的通胀斗争带来了可能令人鼓舞的消息 平均时薪仅较1月份上涨0.1% 较上年同期上涨4.3% 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工资增长过快时会引发通货膨胀 根据报告 就业向兼职岗位倾斜 全职工作减少了18.7万个 兼职工作增加了5.1万个 总就业人数减少了18.4万人 按行业划分 医疗健保新增6.7万人 政府部门新增5.2万个人 餐馆酒店新增4.2万人 社会救助新增2.4万人 其他招聘人数增加的行业 还包括建筑业的2.3万人 运输和仓储业的2万人 以及零售业的1.9万人 周五的数据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承压能力 当联储会在2022年3月开始积极加息 以应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时 人们普遍预测将出现痛苦的经济衰退 随之而来的是财源潮和高失业率 然而 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疫情期间 联储会的11次加息 使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大幅上升 雇主继续快速招聘 以满足整个经济中消费者的稳定需求 到目前为止 就业市场的温和放缓 可能正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发生 公司发布的职位空缺略有减少 而不是财源 美国每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 这表明大多数员工享有稳固的工作保障 通胀在加息的推动下已经或多或少稳步放缓 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同比上涨3.1% 远低于2022年9.1%的峰值 并逐渐接近联储2%的目标 与此同时 就业市场仍保持健康 股市创历史新高 许多美国人通过行动表现出对经济的信心 过去一年 平均工资增速超过了通货膨胀率的消费者继续支出 推动经济增长 去年 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2.5% 高于2022年的1.9% 自疫情相关的旅行禁令结束以来 移民帮助振兴了就业市场 去年 在240万已经找到工作或开始找工作的人中 外国出生的人占62% 即150万人 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求职者的稳定涌入 但许多美国人说 他们对经济状况不满意 许多选民将2021年开始的消费价格飙升 归咎于拜登 目前 通胀压力虽已明显缓解 但平均价格仍比三年前高出17%左右 这种情绪肯定会给拜登总统竞选连任带来压力 当然 不不不太的 不不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